回家的路上 后座的两夫妇还捧着结婚证在看 怎么看 怎么欢喜 蓝湛 你看你仰起嘴角的样子 坏坏的 有吗 有 好像 魏英瞄了前面的蓝夫后脑勺一眼 给老公泡了媚眼 没往下说 两个人的世界 挤不进第三个人 可魏星辰偏偏以为自己是那个例外 这不 受打击了 这是七人坐的保姆车 爷爷让他跟自己坐一排 他非不肯 一定要跟爸爸把比坐在后排 还要坐中间 伸长手长的爸爸把 比一直在他头顶窃窃私语 他仰起头 只看得见两把的下巴 仰起手 被把比一巴掌拍下了 爸爸 宝宝 看 就不能让我也瞧瞧吗 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蓝旺鸡大发慈悲 把结婚证放他面前 扬了三秒 就三秒 魏星辰眼疾手快 在爸爸缩手之前 一把夺了过来 爸爸 爸爸 照片 宝宝 没有 宝宝 别把爸爸的结婚证弄坏了 人类的悲欢总是不相通 小家伙沉浸在合照 没有自己的悲伤之中 爸爸只关心他会不会把结婚证弄坏了 爸爸和爸比一样 坏 魏星辰把结婚证还回去 伸出小胖手 举向爷爷 他决定了 以后跟爷爷混 爸爸 你不是当初那个爸爸了 然而 爷爷又拒绝了他 宝宝 回到家再报 小朋友要做安全座椅 悲伤逆流成河 哭 大哭特哭 顿时 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转到了他身上 望线可算想起了中间还坐着个儿子 魏星辰 你熬啥呀 魏英不解 坐着好好的 怎么就哭了起来 压到脚了 还是累了 饿了 马上就到家了 听听这语气 都敷衍 宝宝 离家 出走 动画片里的小朋友不高兴 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被妈妈找到 妈妈抱着他哭了 还说 我的好儿呀 妈妈可算找着你了 妈妈以后不骂你了 也不打你了 魏星辰满回期待的等着爸比着急 也抱着他 亲他 哄他 哼 爸比哄得好 就原谅他 为小朋友打定主意了 然而 那走呀 走吧 离家出走 就没有钱 吃不了饭 也没有地方住 到处流浪 还有野狗会咬你 被坏人抓去 打断你的小胖腿 让你讨钱 你看看 魏英打开手机 找了张照片给人看 就是这样 衣服是烂的 身上脏兮兮 宝宝不要 哇 爸比 蓝青横目瞪口呆 被儿媳的一番神操作惊呆了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 最新型的带娃术 不被娃威胁 是最后的底线 自己这光听着大胖孙子的哭声 就心疼肉疼的了 年初九 这是蓝忘记年假的最后一天 本来初七就要回祖了的 他请了几天假 也算是婚假了 有人一大早 就脸臭得很 魏星辰很醒目 早上起床看见爸比的脸色后 就自动消失在爸比的视线范围内 有多远滚多远 这暴风雨 谁想体验 谁就赏 反正他不想 吃午饭时 他也拒绝了外公喂饭的好意 自己动手 防止淋雨 同时 大眼睛咕噜碌转 那严阵以待的小样 就像打鬼子的游击队 时刻准备着 阿线 吃饭要有吃饭的样子 你这挑着饭力教坏孩子 这饭有这么难吃吗 魏长泽不理解 某人有气没力的样子 若不是知道他身体没问题 还真担心他生病了 人家蓝旺鸡一大早就开始哄人 现在还没哄好 他真是看不过眼了 不就是去上班吗 又不是不回来了 爸比望过来时 卫星辰停下了厌烦的动作 小勺子还咬在嘴边 大眼睛无辜齐了 早知道不跟外公做一块了 他总感觉爸比是在瞪他 爸 我都成年了 吃个饭你还要教育我 难道这就是好的教育示范吗 魏长泽 左右望了一眼 一左一右 女儿 外孙 皆睁大着眼睛看他 爸不是教育你 我的意思是你的适可而至 旺鸡是大人 他总要工作 我知道他要工作呀 我又不是不让他去工作 是你不让我陪他去工作 蓝旺鸡眼看成了僵局 只好硬着头皮站出来 魏英 爸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我又不是去扛大石 当苦工 当年我怀着 那个小家伙的时候 不也是自己照顾自己吗 魏星辰紧张了一下 还以为爸比是身后算账 我不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是担心你去了 影响忘记工作 魏长泽解释 那您是有了儿序 儿子就不重要了 魏长泽感觉自己说不过某人 开始拉拢队友 宝宝 爸比要跟爸爸去拍戏 你就看不见爸比了 你同意吗 看不见爸比了 魏星辰皱着小眉头想了一会 要很久才能看见爸比了 魏长泽补充了一句 哪有很久 爸 您犯规了呀 您这叫什么 叫故意诱导对方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这边还在争论着 那头已经炫了雨滴了 不要 要爸比 要爸爸 宝宝 也要拍 拍戏 小嘴里还塞着一块大肥肉 嗷嗷哭 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魏长泽后悔了 恨不得长自己嘴巴 哥儿子闹 现在好了 外孙本来是接受爸爸要去工作了 不能在家陪他的现实 他这一挑拨离间 把孩子搞反悔了 好 好 感谢观看